1 2 2 3 3 3 4 好的 观众朋友 这是一场78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许佳杰 男方选手来自泰国的瓦莎拉 是的 这场比赛双方的手臂上都是缠上了泰拳传统的标志物 八戒 对 高扫 瓦莎拉的确是一位老将 在职业战绩也是相当的华丽 222胜 其中20次KO掉了对手 两个人的内围还是非常的激烈在争夺上 是 好 好 嗯 他打我脸 打我脸 的确这场比赛泰拳的味道就会更浓重一些 对 两个人拳锋的角度都已经开始不大一样了 瓦莎拉战胜过杨卓战胜过吉祥 还有徐溜 对 这两位啊可都是汉将啊炸药杨卓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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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进攻协奏和频次都没有那么的快啊 因为我们看现在周伯基的比赛当中可能更多的说到就是 欧洲打法的影响啊尤其是荷兰的打法就是他进攻节奏会比较快 但是泰拳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进攻节奏会很慢 但是 我觉得是免里藏针的这种感觉哈 虽然进攻节奏慢但是击打效果在很多时候都是非常好的 对 对 对 手还是要往上拿一拿啊史嘉杰 对 毕竟瓦查拉这位老将真的是不可小觑 是90年出生的瓦查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头上 已经有窗面了这个窗面应该还不小啊 好比赛继续 能够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对 对 也是非常漂亮 鼎西 这轴很重啊 我真敢出啊 对所以说千万不要小觑瓦查拉 就如果说打自个搏击规则的时候 他还没有那么得心应手 那如果是打泰拳规则真的是手到擒来啊 对 你看他的进攻方式就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一带顶尽之后肘就来了 漂亮 而且你看对圈绳的利用是非常好的 是的 我们中国运动员在早期打泰国运动员的时候 的确我说两个事 一个是近距离的高扫这件事啊 还有就是对于圈绳的利用上吃了很多的亏 是 还有10秒 一点点截腿 抽出来了 反应很快 这回合比赛结束 两人还是蛮心心相惜的 但是 那把他打得很开心啊 对